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今天邻居家的这只公鸡好像有点拉肚子 他叫我给它治治看 这只鸡的肚皮痛我老婆已经给它治好了 下面我们就大鸡大力开始吃鸡 首先砍一个鸡腿下来 本期视频我们来吃一个川味白切鸡 这个鸡可能看起来不好看 但是这个是土鸡我用稻草烧过的 所以这个样子 鸡肉冷水下汤锅 先把它烧开 准备一点做白切剂的香料 八角 山奈 桂皮 香叶 橙皮 再来一颗枝子 枝子加进去主要是主厨的颜色 会泛黄一点好看一点 生姜多一点 小葱 干花椒 加入香料主要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增香上色的作用 第二个是去腥压抑的作用 烧开后用勺子打去这个浮沫 接下来导入刚刚准备好的香料 再调味一勺底盐 让它有一点点底味 盖上盖子用最小火先煮25分钟 鸡肉的时间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下面关火 然后把盖子轻轻的揭开一下 透一下气 下面再把它盖起来继续焖20分钟 鸡肉已经焖来差不多了 下面把锅盖打开 先把它夹出晾凉 下面打一个川味白卡机的蘸水 也就是口水机的料 鸡精 白糖 蒜末 酱油 花椒面 再来上两瓢 刚刚煮鸡的鸡汤 毛毛醋来两滴 香油 花椒油 用筷子把它烤转 最后来两勺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 这里红油要稍微多放一点 这样子才会让你流口水 最后撒上几颗性感的葱花 非常美味的白卡机蘸水就已经做好了 这也是口水机的拌料 鸡肉现在已经冷却了 非常的黄 因为我们加了枝子在里面 下面直接把大骨去掉 鸡肉的大骨头去掉之后 直接把它剁成块 那些乱七八糟的鸡骨头 就直接给它放下面 然后鸡肉给它摆在上面 还是稍微讲究一个造型 最后再放上一点正经的香菜 非常美味的川味白切鸡就已经做好了 搭上这一盘满满的蘸水 就是一盆口水机 如果喜欢大家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下面响念给大家尝尝看 哇 口水真的是看着口水就来了 入口的时候满满的香辣味 回味的时候我味道又非常的鲜美 这道菜不管是招待客人 还是日常下饭下酒都非常的美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